每次演讲嘉宾都是有国际视野的 每次这个主题抓得都狠头 中关春乐坛它是个国家级的平台 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它强调的是科技创新 强调的是交流合作 强调的是合作共赢 我每年都参加中关春乐坛 今年呢我将参加的是科技与外交 在这个露台上我今年还会讲 从科技的角度 如何把民间外交工作做好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传播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我们专业人士 去把具体的故事讲清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交流合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 中国的科技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外交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外交在什么地方 都是创新 我们怎么融入到全球创新体系 每次呢野角嘉宾啊都是有国际视野的 主委会呢是对这个主题理解的很透很深 能够把野角嘉宾关键的专家都能够请过来 专家来谈创新 创新不是口号 现在我们总书记提出星职生产力 这个也不是口号 这个要踏踏实实的创新驱动的这个生产力 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 我觉得这条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就是每次这个主题呢抓得都很透 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抓住的每年的本质 我觉得这一点每年都国家上很深 在这个当前的形式下 我们特别特别希望建设美好的世界的未来 所以呢 首先需要创新性的思想 然后需要创新性的实践 我们作用想法 不把它付诸实施 变不成实践 我们好多事情都是空中楼梯 今天把这个主题放在这里边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创新这个主题下 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 一起把这个地球保护好 把这个世界建设的革命好 欢迎来到中关春论坛